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熊路官方宣布正式签下了自由球员帕特康诺顿 康诺顿是一位弹跳非常好的球员 而且具有一定的投射能力 上赛季常规在康诺顿场均出战18.1分钟 能拿到5.4分2软板1.1助攻 数据看起来中规中矩 但是很好地补充了熊路的空位的问题 因而熊路才掉了战民司 2.据我报道 步行者主帅内特曼赫米兰 正和球队达成一份许约合同 迈赫米兰已经在NBA中 执教了14个赛季 他在步行者担任了三年首席出教后 成功进中为主教练 并且已经执教了球队两个赛季 相较于此前保罗乔治在阵中的最后一个赛季 他们在2017-18赛季 的战绩要多6个胜场 53岁的麦克米兰此前曾执教过波特兰开拓整和西甲图超音速 生涯总战绩为568胜526负 7次胜领球队删入季后赛 季后赛总战绩为17胜28负 3、爵士官方通过推特宣布 球队正式与泰勒卡瓦诺签下一贯双向合同 卡瓦诺首个生涯是在老鹰度过的 是一名封线的球员 上赛季卡瓦诺为老鹰驻战39场比赛 场均上场13.3分钟 得到4.7分3.3篮板 投篮命中率为44.1% 卡瓦诺的命中率还是不错的 而且还有一定的三分投射能力 上个赛季命中率达到了36% 4.浙江广沙南篮今天官宣 球队已经正式可后卫福特森 以及中锋伯洛西斯达成续约 浙江广沙南篮俱乐部在微博上写道 浙江广沙南篮俱乐部已与美国后卫考特尼 福特森以及希腊中锋伯洛西斯完成续约 福特森和博洛西斯的续约对于浙江来说是很好的信息 上个赛季浙江杀进了CBA的总决赛 而且球中的球员非常年轻 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好的经验 上个赛季福特森出场51场 贡献了30.4分11助攻7.65篮板2.65强段 博洛西斯出场52场 场军贡献17.0分2.81助攻10.8篮板 以上就是8月2日 NBA的三笔签约和CBA的两笔签约 匈鹿队继续补桥 不行者队是约灵魂的人物 确实有所想法 这将续约两大万元 具有重要的作用 点击 点击